我老公还在住呢 来了 明天送你去静老院 八十岁老太儿孙满堂却偏要住进静老院 不曾想就在入住的前一晚他却选择服药自己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他的子孙非但没有丝毫悲伤 反倒是搭起戏台在上面大跳肉 这部由一个新人导演带领一群当地农民拍出的电影在国外领复大奖 但是在国内却名不见经传几乎没有几人看过 只因他太过真实撕下了所谓人性最后的遮羞腹 八十六岁的林郭是是个苦命之人 他自幼丧母早年丧父 宁是靠着捡垃圾将六个孩子拉扯长大 本该是移养天年的年纪却没有一个子女留在身边 最有出息的两个定居外地几十年都不曾回来一趟 小儿子外出打工后更是音讯全无 只留下一个孙子小到跟自己一起生活 可即便每天还要为了小孙子操劳 生活清贫的老人却从未有过任何怨言 甚至每天都要跪在佛像前替这些不孝子孙祈福 可直到老人摔倒后才真正体会到养儿防老的真谛 几个不孝子孙为了省钱不仅不带老人去医院检查 反倒是直接去静老院办了入住手续 静老院呢 今天也叫了 表也天了 娘 你看这办吧 然而这静老院也不是想进就能立马进的 里面床位有限且住的都是半只脚踏入鬼门关的老人 说的好听叫静老院说不好听那就是火葬场的前一站 由于住在预定床位的老人身体还算硬朗 林公事目前也只能先去几个孩子家中站住 第一站便是离他最近的二儿子家 而一向尖酸刻薄的儿媳却一改往日作风 对林郭世事端茶地水毫不殷勤 不过两人很快就露出了狐狸尾巴 因为担心孙子小到以后无处可去 老人犹豫着没有答应下来 而没讨着好处的儿媳当即就换了一副面包 开始阴阳怪气地抱怨起老人 第二天孙子小到就因为偷到被抓进了橘子 他想弄点钱自己去上海找妈妈 而这也加剧了儿媳对俩人的购买 奶奶知道这里她是没法带了 第二天便收拾好行李去三儿子家里 临行前她还是将老宅的钥匙交给了二儿媳 希望她能看在房子的份上善待赞助她家的孙子 可不料刚到老三家的自己却被儿媳来了个下马威 农村老太第一次去儿子家吃饭 却连筷子都不敢动 只因儿媳问了她这么一句话 老人求助式地看向一旁的儿子 儿子却是一声不吭地低头吃饭 只有孙女看不过去替奶奶发烧 吃完饭儿媳将一家三口的碗洗了又洗 还用纱布仔细盖好 而老人的碗却只是简单用水一冲 接着就被她随手扔到灶台之上 然而这还不是最过分的 老人刚到的那天还没进门 她就扔给她一双拖鞋 还在沙发上铺上一块白补 表示这是给老人准备的专属座位 接着又让丈夫把奶奶的行李直接扔到地下室 生怕她会弄脏自己的房子 虽然被儿媳嫌弃她脏 但奶奶平常却最爱干净 这天她将清洗好的手帕晾在自己位置 却被儿媳嫌弃地用一个夹子夹起 直接当着她的面扔到了窗台上 奶奶看着儿媳离去的背影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把湿透的手帕塞进里面的口袋 唯一有点孝心的孙女会给老人洗头陪她说话 但却也因此加剧了儿媳对她的不满 因为受不了家里压抑的环境 孙女频频选择了离家出走 儿媳便把这一切都怪到了老人头上 觉得女儿肯定是受了她的教唆 儿子跑进来霍西尼拉走而行 可谁知她临走了还要出言威胁 等俩人走后奶奶依旧没有起身 她虔诚地给菩萨磕头祈福 希望能保佑离家的孙女平平安安 事到如今老三家也是待不下去 儿媳直接将她用过的所有东西都打包装进塑料袋 接着便全部扔进了垃圾堆 儿子嘴里劝她多住几天手上 却已经将鞋给递了过来 接着老人便来到了小女儿家 小女儿每天起早摊黑卖煎饼 女婿则经营着一家小卖铺 一大家子挤在这狭小空间勉强度人 因为孙子常年在外跑运输 孙女婿便将自己的床铺让给奶奶 自己则每天在长椅上对付一晚 小女儿更是为了照顾母亲每天都提早收摊 这家人没啥别的毛病除了穷 但穷可能就是最大的病 你每天停天收开 一个煎饼少剩一块五个 每天就小吃吃 你卖脑子去的钱还有憋着吗 你卖脑子有什么意思 你笑什么的娘 娘 你想死我 丈母娘刚端来没几天 女婿小卖铺的钱就不翼而飞 这样女婿也不禁对她产生了怀疑 毕竟家里当时只有她一个人 晚上她便将此事告诉了媳妇 你胡说什么也 她能干哪在 人老了 什么事干不出来 小女儿虽然不信 但还是试探性地问起了母亲 不料奶奶却大方地承认下来 奶奶随即便从口袋中拿出钱来想不给女儿 但失望的女儿却没有接受 转身离开的她并没听到老人的窃窃私语 或许是受了这件事的刺激没多久奶奶便中了疯 从此老人便得了这怪病 只要一受刺激就忍不住发笑 而为了给她治病小女儿一家也是花钱如流水 正所谓货不担心没过几天又有噩耗传来 在外跑长途的孙子出了车祸 半夜收摊回来的小女儿只看见一份合同和两万赔偿款 看到如此情形老人也不愿再拖累你 临走前她把手镯给孙媳妇盖上 并叮嘱她趁年轻再找个好人家 不料孙媳妇却反问她当时为何不找 奶奶告别小女儿去往二儿子家里 想着他们收了自己房子会对她好一点 不料却因为自己的笑病直接被赶到了食物 接着两人更是直接把她赶到了牛棚 让她一个人在那里笑个狗 每天二儿媳只有在喂牛的时候 才会顺便给老人送来一碗剩饭 没过多久敬老院终于腾出位置 临行前一晚儿子良心发现跑来看望老娘 老人没有回答只是忍不住发笑 他将几双亲手缝制的鞋垫塞给儿子 让他给兄妹几人一起分了 接着便将自己带了几十年的镯子送给儿媳 为了给子女们省钱老人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 他借着微弱的烛火给自己捣吃干净 对着破碎的菩萨虔诚的参拜 最后一次替儿女们祈福 然后便将事先准备好的老鼠腰一口吞下 第二天进老院的人过来接他 只发现老人的尸体 以及他死死攥在手里的全家府 得到老人去世的消息 两个外地的儿女却照常是前到人不到 拿着这些钱 家里人搭起戏台又唱又跳 还美其明月洗丧 一辈子凄苦的老人 估计也想不到死了反倒却风光了一把 荒诞的葬礼过后所有人继续生活 女婿在柜子底下发现了那张丢失的五十块 二儿媳也以同样的姿势半倒在了奶奶同样的位置 电影《喜丧》由张涛导演上映于2015年 记录的就是导演家乡曾经的现状 虽然看似全片都在批判子女的不孝 但导演更多的只是在记录一个无奈的轮回 与其站在道德之高点去指责人心 不如设身处地地想想自己在那种环境下又能做得多好 能在困苦中坚守德性的人性光辉并不多见 或许也正是因此才显得弥足珍贵 德氏 德氏 德氏